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完成式 表达以前的一件事情 时间不清楚 比如说 I have eaten a hot dog 我已经吃了一个热狗 热狗是什么时候吃的呢 这是以前的事情 这是时间不晓得 这是一个过去的事情 时间不清楚 所以have has 我们翻中文的时候翻成了已经 已经的意思 就是过去做了那件事情 时间不清楚 请记得最重要的 它只有表达一件事情 就是吃热狗的这件事情 而今天的have加PP 它的概念是两件事情 它是先发生了那件事情 你同样是吃热狗 可是各位看到这个地方改成了have 而不是刚才的have 这个have 翻成中文就叫做先 我先吃了一个热狗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Before I can hear 我来这边之前 我先吃了一个热狗 各位看 我是先吃热狗 所以have加PP 后来才到 后来就一个简单的过去式 所以我们的have加PP 代表两件事情 一个是吃热狗 而且它是先做的事情 所以它用have加PP 后做的事情就用一个简单的过去式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做这种送分题 看到两个动作 两件事情 先发生的那件事情 我们就会选择have加PP 就这么简单 现在我们就利用这个概念来做题目 一题一题 往上升 越来越难 I 什么 my mother 这个下面答案是call call就是打电话的意思 我打电话给妈妈 可是各位看到这里还有第二件事情 When I went to the movies with my friends 跟我朋友去看电影 这当然都是过去的事情 因为这里是went went就是go的过去式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件事 叫去看电影 那么这里就是打电话 所以这两件事情来做比较 一定一个先 一个后 既然这里已经是用一个简单的过去式 就像刚才说过的 这边已经出现一个简单的过去式 那另外一边就请你改用过去完成式 也就是have加PP 表示先做的事情 所以这题很清楚的 我们要选的是have加PP 答案选C 一看就知道答案 现在我们整合的来看一下 I had a call 我先打电话给妈妈抱贝一下 My mother 什么时间之前先打电话呢 When I went to the movies 跟朋友去看电影之前 With my friends 所以这题单选C 我们来看这第二题 I met met是met的过去式 所以这里有一件事情 an old friend yesterday 昨天遇到一个老朋友 however 再带出来另外一个句子 但是呢 I could not recognize 这个字叫认出来 his face 他的脸啊 at all 我完全认不出这个人是谁了 为什么认不出来呢 因为他变了很多 我完全认不出他来了 那各位朋友 这时候你想想看 你是不是昨天见到这位朋友 然后你当时呢 认不出他来 为什么 因为他变了很多 请问他是什么时候变的 他当然是在你见到他之前 先变了很多 所以你才后来认不出来 那么你的过去先发生的事情 一定就是选 had changed 所以答案选C 至于另外三个答案 都是来乱的 所以根本不需要看 时间不要浪费 赶快做 考试上还要注意时间的掌控 越快做完才行 所以这个答案呢 我们选的是C had changed 现在我们把这个答案 填回这个题目里面去 养成好习惯 不要只选那个C就回家了 要把整个句子再重念 因为别的地方 也可能有很重要的生字 比如说刚才的recognize 你如果能够做一个题目 得到三题的效果 也就是说你在同一个题目当中 学到新的单字 新的文法 这样子才叫做做一题 得到三题的分数 我们来念诵一下 I met an old friend yesterday 这是昨天的一件事 However I could not recognize his face at all 但是我完全认不出他的脸了 所以recognize叫做认出来 为什么认不出他呢 Because he had changed a lot 因为他之前已经变了很多了 过去完成式 had changed 现在看第三句 I encountered 这个字如果你认识 它就是碰到 遇见 巧遇的意思 Encounter 但是如果你不会 你也可以知道 它是一个过去式的动词 因为这里加了ed 所以表示这里有一件事情了 那么现在再跟第二件事情去比较 我想大家一看就知道答案 一定选这个b选项 可是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不能只会猜对 我们要整个理解 我呢 昨天巧遇了jack in the train station 在火车站 昨天呢 我不巧遇到他了 我啊 已经有四年没有见过他了 你不是昨天见到他吗 那么你什么时候没有见到他呢 各位虽然是否定 我们不管你肯定否定 我只请问你 你什么时候没有看到他 当然是在昨天之前了 所以昨天之前先发生的事情 就用过去完成式 had加个否定 not see him 答案选b选项 答案虽然一定是四个 看都不要看 选b就立刻写下去 就对了 好 从念诵一下 比较一下 一个是你巧遇到杰克 这是昨天的事 在昨天之前呢 你呢 已经有四年 没有看过他了 这是在遇到他之前 所以过去完成式 I encountered Jack in the train station yesterday I had not seen him for four years 好了 我们看完了 孩子家pp的送分题 请记得 他是过去的两件事情 先发生的那件 就选害的加pp 而且我们复习了 have还是加pp 那代表是过去的一件事情 这两个都是过去的事情 只是一个两件事 一个一件事 相信这样子 大家就会非常的清楚 所以利用 一二三加四的六个符号英文法 来去考试 真的是非常的有效 甚至字看不懂 你都能猜对 当然我们不希望各位都能猜对的 而是真正你有了实力 咱们来考试 考试考得好 也能够运用 更多详细的 还有很多的考题的一些学习 我们来建议大家参考我们的各级的考试 函授试课程 或者参加会员专区 去做各界各式各样的考古题 大家一起加油 英文考得好 也能够将来运用得出来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